一秒一个技能点,我把火球变尽咒 第331-340章 作者,孤云半夜 第331章,我要打十个 小说,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孤云半夜 这个答案并没有出乎众人的预料 但依旧引发了爆炸般的呼声 好,直指第一 在这座神骁大舞台上 有太多太多的人都说过一样的豪言壮语 但到最后,这些豪言壮语 大多数都还是变成了狂言妄语 因为,你要面对的 是神骁最强的识人 神骁,识节 主持人刻意拉长了声音 下一刻,整个竞技场中光影变幻 竞技场穹顶的位置上 忽然浮现了一道登天云梯 云梯上方则是十道王座 王座依次排开 每一张王座上都坐着一位 真容隐藏在漆黑之中的人影 正中央的王座之上 那道人影更是霸气凛然 俯瞰众生 这就是独属于神骁时节的牌面 几乎每次竞技场中 有人说出自己的目标是挑战时节 并且经过竞技场专人的确认 他的确有相应的实力 参与挑战时 就会启动十节换位战程序 林毅同学 我们的评审团以及裁判 一致认证 你有资格挑战神骁十节 但规矩不能破 按照规则 你依旧需要将你目前的平级 提升至S级 并且将顺位提升至前摆 才能进行十节换位战 林毅对于这个要求 并没有感到意外 要是校方高层给他直接开后门 让他以B级评级 就去挑战时节的话 对长久以来营造出来的 时节特权体系 完全就是一技重锤 开了林毅的先河 后续是不是别人也可以要求自己 B级评级也能挑战时节 时节真要这么掉价的话 那不当也罢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为了尽快让你 冲到S级的评级 我们也有专门的评审团和裁判 来帮你挑选你的对手 无需让你自己浏览科挑战的对象 来发起挑战 经过我们的计算 你只需要战胜七位选手 就能够顺利晋升到S级的评级 随后 再战胜三位选手 排名就能进入前百 他还怪贴心的脸 打十个人 就能直接冲到前列 看来比预想的要快一点 不过 林毅打算尝试更快的捷径 他看了眼主持人 然后开口问道 那个既然你们已经帮我挑好对手了 我也想省点事 能让这十个人一起上吗 我省点时间 主持人一愣 随后全场观众也纷纷惊呼出声 一片哗然 你 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连续挑战 他们十人 进行车轮战 不休息吗 作为挑战者 场间当然是可以休息 恢复自己的法力值等技能CD转好的 林毅摇了摇头 皱眉道 有这么难理解吗 我的意思是 让他们一起上 我同时打他们十个 这一次 直接全场沉默了 是主持人和观众 不明白林毅的意思吗 并不是 他们只是觉得 一个打十个太离谱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 才再次询问了一遍 是不是想搞车轮战 谁知道林毅真打算 以一敌十 好 牛逼 观众席上 孙大川第一个鼓掌叫好 下一刻 整个神霄竞技场 无数闻风而来的观众们 也请客沸腾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 神霄竞技场 一直以来都秉持着 绝对公平的 EV1对战模式 就算是娱乐赛 也都没有出现过 一达多的情况 你稍等一下 你的要求 我们的评审团和裁判们 还从未收到过 他们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商量一下 这一次 林毅直接把整个神霄竞技场的 裁判团的 CPU都干烧了 真没见过这种要求啊 但偏偏这个要求 还是立好对手 给自己增加难度的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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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很快场中 就出现了一片片 高呼通过的声音 所有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观众的也不例外 他们也不想看林毅 今天打一晚上的升级战 他们来的目的 就是看林毅给称霸神霄 已经太久的时节上一刻的 很快 这一片片高呼通过的声音 就彻底连了起来 瞬间整个评审团和裁判组 都觉得头皮发麻 这是民意 但他们已经没时间仔细商量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一个能够给他们下 最终决定的大佬存在 竞技场三楼的看台上 多出了四道身影 五十多天前 林毅第一次来到神霄的时候 这四位院长 也都到场观摩了 有趣 果然这里很热闹 那新生在哪在哪 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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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要一个打十个 老夫最后悔的是 就是当初没有彻底把他拿下 收入福西学院 让你占了便宜 没想到短短五十多天 他现在都要威胁时节的位子了 裁判组那边来询问了 让我们四个 定夺他一个打十个的请求 怎么说 稳重一些的萧云生 率先表态 我同意 兰若曦也笑得很开心 我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我当然也同意 打 打起来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黄少天也点头同意 最后 只剩一直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的灵七 看到其他三人都盯着自己 他偏过头去 依旧默不作声 兰若曦笑道 他也同意了 只是懒得说话而已 很快 四位神肖学院的最高院长 都通过灵异这个10VSE的 决斗申请的消息 就传到了解说 主持人的耳中 让大家久等了 经过我们的裁判组和评审团 以及四位院长的一致商议 灵异同学的申请得到批准 他将同时面对实名评级和顺位 都比他高的精英决斗士 比赛马上开始 请做好准备 被神肖竞技场评审团 精选出来的灵异的实名对手 身上全都带有 必须接受挑战的Debuff 很快 比赛场地准备就绪 灵异被传送到场地中央 而他面前 也刷新出了十多名表情各异 但明显都有些垂头丧气的人 平日里 他们没少在论坛上冲浪 甚至还有人诅咒过 别人被灵异选上 现在倒好 他们被选上了 本章完 第332章 魔王将士 灵异面前 众生平等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静咒 作者 孤云半夜 别放弃 咱们国家有句古话 三个臭皮匠 顶过一个诸葛亮 更何况 我们现在有十个人 并不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站在灵异对面的其中一个人 忽然开口道 他能够感受到 他们这十人士气不能说低迷 只能说近乎没有 这人说的这番话 其实也是在鼓励他自己 我打灵异 真的假的 但是 现在是十个人打灵异 应该 或许 有那么点渺茫的希望会赢吧 人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动物 虽然理性 在告诉他们 无法战胜 但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变数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 往好的方向去思考 这位鸡血哥的话 听在其他旁观者的耳中 可能只会觉得 他在发神经 但在场的其余九个人 都真的开始思考起来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战胜灵异 忽然有人举起武器 一般这种举动 都是示意场边的裁判暂停 很快 场边的裁判就允许了这次暂停 毕竟比赛还没开始 别人有事 总不可能让别人强行参战 暂停后 灵异看着那十个人凑到了一起 躲在自己听不到的角落里 密谋着某些事 能赢吗 赢不了吧 兄弟们 有点信心啊 尝试过就算输了 也比直接弃拳好看吧 弃拳太丢人了 场边还有这么多妹子 思路打开啊 现在 我们是一个团队了 还是十人团 比副本五人小队 还全面 我刚才仔细看了下 咱们有一个战士 两个骑士 两个弓手 两个法师 一个刺客 还有两个牧师妹子 战士和骑士 你们应该有防御类的 技能和装备吧 我有 我也有 那就好办多了 看看我们的阵容 这不是 完美的两坦克 五输出 三治疗阵容 我们直接把那大魔王 当boss打了就行了呀 这是竞技场 他又不是真的boss 血量肯定没有boss高 只要你们两个坦克职业 轮流利用嘲讽技能 强制让他的技能 只能打你们 为我们争取输出机会 就能过 不得不说 这群人里 有大聪明存在 竟然硬生生 把一场偏向 PVP的对战 变成了组队打boss 并且还规划的 有模有样 赛前商议时间 很快过去 灵异明显感觉到 之前那窃窃 看着自己的十个人 目光变了 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 虽然还有敬畏 但更多的是 贪婪 他们是真的 把灵异当boss了 杀boss 钓宝贝 只要啃下灵异这块硬骨头 他们能吹一辈子 双方准备就绪 倒计时 开始 主持人一声令下 大屏幕上的倒计时 也正式开始跌落 三 二 一 随着倒计时归零 十人完全列阵战好 一名战士 以及一名骑士 顶在队伍的最前面 两面重盾架 在灵异面前 后方则是远程输出 职业者在拉弓 或是吟唱魔法咒语 这时灵异才意识到 之前赛前这伙人 在商量什么 好家伙 这是真把自己当boss了 二货 来打我呀 那重装战士 爆吼一声 下一刻 一个嘲讽技能 就丢到了灵异头上 这类技能对于怪物 拥有100%的命中率 并且短时间内 仇恨一定会在 嘲讽者的身上 但对战其他职业者的话 这类嘲讽技能 就变成了一个 强制攻击技能 所有的攻击和法术 就只能选择 嘲讽者为目标 他被嘲讽了 快输出 用吟唱最快的 单体攻击最高的技能 看到灵异吃了嘲讽 瞬间后方的七八人 一阵欢呼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 从暗影中迅速浮现 一把匕首 狠狠刺向灵异的后心 这十人里面 是有一个刺客存在的 趁着灵异被嘲讽期间 这名刺客 也没有放过 这个绝佳的机会 暗影被刺用了出来 然而下一刻 叮 匕首扎在灵异的 腰子位置上 直接卷刃 这意味着 他的这次攻击 没有破防 诸天寄灭腰甲 加上五魂魂器 给的防御力 让灵异现在的 白板防御力 都远超眼前的 两个重装坦克 这刺客能破防才奇怪了 另一边 漫天的技能轰了过来 一 一 一 不断有数字 在灵异头上冒出 但伤害显示 都仅仅为一 这同样说明 他们的攻击 甚至不能破防灵异 没等这些人 心中生起绝望 下一刻 他们就眼前一黑 整个人都被压在地上 变成了一面 平整的人体浮雕 十人的生命值 光速清零 闹够了没有 重力碾压 战局在瞬间就结束了 这十个人里面 有三个是S级平级的强者 但是 在灵异近乎同阶 甚至抄阶无敌的防御力面前 依旧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并且 死法跟其他人 也没有什么两样 在灵异面前 众生平等 一个重力碾压的事 他们得感谢 这只是一场模拟对战 他们的本体 并没有被压成人体浮雕 但同样也是陷入昏迷状态 一时半会是醒不来了 直到大屏幕上 放出灵异胜利的结果 过去了好几秒 现场的人才反应过来 结束了 只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哗 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惊呼声和掌声 在整个竞技场内爆发 我知道他会赢 但没想过 他赢得这么轻松 你管这叫轻松 我他妈感觉 他甚至都动动手 都懒得呀 一群臭皮将闹妈了 罪过罪过 刚刚我还真的 替他担心了一下 神霄时节在哪里 让他上前来 竞技场毕竟是有作为限制的 此刻线上观看这场比赛的人 直接开始刷起了弹幕 竞技场硕大的屏幕上 灵异的信息和数据 也发生了变化 学员 灵异 所属学院 女娲学院 年级 三年级 战绩 17胜 零平零负 胜率100% 评级 S级 顺位 98 灵异选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秒杀了10名对手 看来今天他的登顶 已经无法阻止 那么闲言少叙 接下来 就是这场比赛的白热化阶段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 时节中的第一位 愿意应战的人 让我们恭迎 时节第十席 是由学院四年级 李承宇 求推荐票 月票压 本章完 第333章 还是秒杀 你要守护什么荣耀来着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夜 动 动 动 战鼓泪响 一道魁梧挺拔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灵异对面 李承宇身披一件灰色的兽皮大肠 双手抱胸 他刚一登场 一股浓烈到极点的血腥微压 就扩散开来 瞬间观众席上 靠近赛场的无数学生 就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动 李承宇一个踏步 下一刻 整个竞技场场地 便出现一道道裂痕 灵异谋光一鸣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本身就是操控重力的行家 眼前这位战士学长 体重加上这两柄巨斧 已经突破了百吨 两把巨斧 最多也就一吨左右的重量 真正沉重的 是李承宇本人的自重 虽然也有一米九左右 但他的体型并不算是巨人范畴 拥有如此恐怖的体重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 他本人的肌肉密度 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这应该又是一个练体的高手 走的是苏瓦的路子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能 但每一拳每一脚 杀伤力应该都会极其恐怖 凝视李承宇片刻后 灵异终于明白 为什么孙大川对时节恨得牙痒痒 但却依旧承认他们的实力 真的恐怖了 七传 传说级职业 一身五百级的传说级战士套装 技能等阶 技能专精情况 几乎都是拉满的 这是全知之言反馈回来的数据 以上这些灵异并没有在刚才那十个臭皮匠中的任何一个看到 时节的实力跟时节以外的人是断层差距这一点 灵异基本确定了 李承宇不需要准备时间 也没有呼叫暂停 灵异也一样 两人都准备就绪 大屏幕上倒计时飞速滑落 李承宇粗壮的双臂向后一弹 将被在身后的两柄巨斧摘了下来 灵异是吧 我听大哥提过你 刚才的比赛我也看了 你有些实力 起码比起那些废物残渣 你的确有资格撼动时节的位子了 但也仅此而已了 我会让你知道 你们这些普通人跟我们的差距 我会守护时节的荣耀 这句话说完 倒计时也结束归零 下一刻 李承宇奎屋的身形直接原地消失 速度 极致的速度 谁都没有想到 看起来如此沉重的一名战士职业者 竟然在开战的瞬间 就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速度 这种速度 甚至比某些同阶的刺客职业者还要快 然而 电光石火间 李承宇那急速朝灵异略略去的身形 在半空中跌落 啪 谁都没有听到 灵异面对来势汹汹的李承宇 只是淡淡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刻 所有观众和裁判 只能看到半空中出现一抹刺目的烟红 随后 只听轰然一声 李承宇的身体就撞在场边的一道梁柱上 将那梁柱生生撞断 与此同时 他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的尸体 也趴伏在地上 口鼻和眼角依旧在不断渗血 秒杀 前一秒还气势灵人 逼格拉满的世界末习 赤油学院的刺席战士 就此倒地不起 并且死相还无比难看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撞死的一般 全场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静默时间 怎么回事 胜负已分了 趴在地上的那个人是谁 怎么出的招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 这场战斗 每打个昏天黑地 日月无光 起码也要两边打得有来有回 声势震天 但除了一开始 李承宇那迅猛冲锋所爆发出来的速度 带给所有人的震撼以外 就只有他一头创在梁上的滑稽感 你要守护什么荣耀 灵异看着对手的尸体 但莫开口道 这句话可以说是嘲讽拉满了 也就是灵异开口 场中的主持人才开始声嘶力竭的汇报战果 我的天 太恐怖了 这座竞技场的舞台上 还从未有过如此势态 今天 一位时节陨落了 还是以如此丑陋的姿态败北 今天第一场焦点战的胜者 毫无疑问是素有大魔王之称 此刻已然晋升时节席位的超级选手 灵异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见证新任世界末习的诞生 掌声如同雷鸣 夹杂着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一同涌来 灵异看向无比热闹 已然沸腾的观众席 又瞥了一眼 倒在地上人是不知 被担架抬走的李承宇 果然掌声 欢呼 以及他数分钟前所说的荣耀 都是属于胜者的 对于败者 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这世界某种意义上 还真是残酷啊 不过灵异当然一刻也不会为 李承宇的败北而哀悼 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下一个 进入战场跟他PK的人身上了 当然 现在还不存在 听说评审团那边还在联系 当然 场中的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为灵异欢呼的 也有一群人 正在破口大骂 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 赤油学院的阵营席位 草泥吧 不可能 老子不相信 二师兄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说了 他可是有不败战神美称的人啊 太假了 我怀疑那小子作弊 那小子用毒了 你看二师兄蹊跷流血的样子 明显是中毒的症状啊 我不服 赤油学院 集体不服 输谁都不可以输法掉 赤油学院的骂声 很快就传到了隔壁的福西学院观众耳中 即使灵异不是他们学院的学生 但明显战法之争 必须寸步不让 还在嘴硬 输成死狗样了 还在嘴硬 你们这群 战掉要是死了 拉去火化 估计最后骨灰都没剩下来 就剩那张嘴了 还不败战神 连别人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一头创死 视频我都录下来了 等会就发论坛 当众编师 嘻嘻 草泥吧 你们这些没卵子的东西 就知道嘴炮 敢不敢当场比划比划 来就来 爷今天非要把你虐到喷水 这场骂战 很快就演变成了 赤油学院和福西学院 两大阵营的真人PK 除了灵异的擂台 一直都放在焦点转播位以外 场中还真的多出了很多场对局 让各位久等了 我们收到消息 灵异选手的下一位对手 已经应战 他就是十节第五席 同时也是赤油学院的首席战士学院 李光宇 本章完 第334章 亲兄弟就要整整齐齐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叶 灵异眉毛一条 李承宇 李光宇 这两个名字 一听就有什么关系 果然 下一刻当李光宇那魁梧见状的身影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都差点愣住了 眼前这货 几乎跟之前的李承宇 一模一样 起码他完全从外貌上 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这两兄弟 还都是战士 也就是李光宇这个做哥哥的 装备和等级各方面 都要比弟弟强一些 灵异通过全只只眼的观察 能够看出区别 不然他还以为 要跟同一个人再打一次 竟敢伤我兄弟 不可饶恕 小子 你死定了 李光宇已经出离愤怒 他之前就关注过灵异 但当时 他还有很多事要忙 自然也仅仅只是关注过而已 后续灵异做过什么事 又在神霄闹出了什么大动静 他是一概不知的 时捷这个组织 外人看起来是食指连心 但其实 内部竞争远比外人想象的 要激烈得多 对时捷成员威胁最大的 始终是食指连成员本身 你坐在第五的位置上 就要敌方第六 第七 甚至第十的人 是不是在悄悄变强 想办法把你拉到下面 这七八年来 神霄食节的人 的确没有发生过变化 但名次和顺位的变化 却并不是没有 除了第一雷打不动以外 剩下的名次顺位 几乎翻了个遍 本来今天李光宇 是肯定不会闲的 没事来竞技场打一场的 但当他看到重伤昏迷 气弱游四的亲弟弟 躺在病床上时 他还是怒不可遏 今天 他要让灵异加倍奉还 双方选手准备就绪 今晚的第二场 时捷换位战 新任第十席 VS第五席的战斗 马上开始 倒计时 开始滚动 主持人话音落下 吃油学院的观众席上 就爆发出 一阵又一阵的加油声 大师兄 干死他 大师兄 你要守住 我们战事最后的荣誉啊 不可能输的 大师兄是不灭战神 这可是他的对手 给他送上的外号 三楼的VIP看台上 五位院长齐齐落座 之前吃油学院的院长没来 但听说自家二弟子被林毅秒了之后 这老东西也坐不住了 现在就数他最紧张 他不是不能接受自己学院的首席战士学员败北 毕竟十节前五里面没有重复的职业 战士排第五就足以说明 李光宇赢不了前面的四个人了 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大弟子 输给林毅 准确地说 是输给一个法师 因为十节前五 没有法师 这是吃油学院院长秦明 一直都拿来攻击福西学院院长的有利托词 呵呵 老秦啊 淡定点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这宝贝大弟子 也该让路了 萧云生面带笑意 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搞得好像灵异真是他们学院的一样 就在两人斗嘴时 十秒钟的时间眨眼过去 随着倒计时归零 李光宇爆吼一声 纳命来 然后就运起一拳轰向灵异 在看到李光宇之后 灵异才明白 之前看到的弟弟李成羽 完全就是弱化版的哥哥 李光宇才是那个究极链体流的集大成者 不仅实力达到了八转 其力量属性更是让灵异则舍 至于更多的技能 因为李光宇的技能等阶都不低 所以 暂时全知之眼还在解读中 没办法全部看穿 此刻这一拳轰出 瞬间灵异就感觉到 仿佛有一座山脉般的澎湃距离 朝自己迎面轰来 他这一拳 是真的能崩扇 但灵异只是抬起右手 下一刻 崩扇距离 与寝刻间化为无形 还没等李光宇和其他人反应过来的时间点 啪 灵异用右手再次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嗯 瞬间李光宇就闷哼一声 随后生命值暴跌到底 他双目睁大 他已经不知道 有多久没有体会过 如此恐怖的伤害了 炼体流派的战士 基本上都舍弃了花里胡哨的技能 但加点可不只是力量 光有攻击 没有防御 算不上炼体 那叫玻璃大炮 李光宇毫无疑问 是一门金刚大炮 攻击力极其恐怖的同时 防御项的能力也高得吓人 寻常法师 甚至没办法破了他的防 但对面这个法师 只是一个弹指 就让他血条直接清空 要不是他拥有好几个保命免死技能 现在的下场 估计已经跟自己那弟弟一样了 李光宇面色瞬间严肃起来 此前的狂怒 现在全都被谨慎取代 他已经在悬崖边了 对面的攻击力丝 毫不逊色于自己 防御能力 目前还不清楚 但之前灵异抬手 直接化解掉他崩扇一拳的场面 还是让李光宇有些忌惮 到了他这个级别 随身多少都会有些看破类的技能 但李光宇却看不出 灵异刚才抬手 化解他那一拳 有用出技能的痕迹 就在李光宇思索间 却看到对面的灵异 对他招了招手 下一刻 李光宇就亡魂接冒 他身上的免死索血状态 瞬间消失了 好 吓得他连忙再次开启血怒狂暴技能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状态类技能之一 冷却时间很长 但效果也很强 在一段时间内受到的所有伤害会累积起来 等时间到了之后 如果他成功击杀了目标或击败了对手 这些储存起来的伤害 不仅不会对他生效 反而会形成血怒风暴 对他周围的所有敌人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然而 没等李光宇心中生起一丝安全感 下一刻 他就猛然发现 血怒狂暴的状态 没了 我无敌 Buff呢 我那么大一个无敌 Buff呢 做兄弟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在李光宇心中 已经开始生出寒意时 却听到对面的灵异 笑着开口了 最重要的 当然是整整齐齐了 啪 响指过后 地上又多了一具 死相凄惨的尸体 挡下李光宇一拳 又没收了他好几个免死技能的 当然是虚无之手 灵异第一次体会到了 法则跟法则之间也能联动的快感 他对真理 法则进入初亏境界之后 使用虚无类的法则道具和技能 竟然能够凭借引力触手来达成 刚刚灵异的右手 没有碰到李光宇 却依旧算处碰到了 才触发了虚无之手的效果 直接将他的技能化为虚无 求业票 推荐票呀 本章完 第三百三十五章 死因 让你见识一下魔法的真谛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夜 赢 赢了 赢了 比赛竟然又是以如此碾压式的胜利告终 吃油学院的骄傲 李氏兄弟 当 碰 碰 场中李花金鱼落下 鬼知道这是哪个天才气氛组搞出来的很活 看起来就像灵异夺冠了一样 那层层叠叠的金鱼 直接把李光宇趴在地上狼狈的尸体都盖住了 甚至还有几片被他吸进了鼻孔里 也是实惨了 随着金鱼一同落下的 还有竞技场高台之上 代表时节最高逼格的石道王座 此刻 端坐于第五王座上的魁梧黑影 消散一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灵异的一个帅气的剪影 竞技场三楼看台上 啪 这是茶杯被生生捏碎的声音 萧云生瞥了眼旁边的大胡子秦明 只见此刻 后者手中的陶瓷茶杯 已经被捏成了无数碎片 滚烫的茶汤顺着他的指缝低下 但他却丝毫没有感受到痛觉 还有什么痛 会比心痛更加折磨人呢 输了 还是以如此耻辱的方法输了 他一个练体练到极致的骄傲战士 竟然会连一拳都没能命中一个法师 还被别人干脆利落的 一个响指给秒了 秦明呼吸很急促 他看着场中的灵异 眼中全是不可置信 此子 恐怖如斯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法师了 这是一个披着法师外皮的怪物 自己两个最骄傲的弟子 甚至连他的底牌都逼不出来 上场就被描 这么看来 他的实力 到底有多恐怖 跟其他时节的差距 又有多大 要知道 时节跟其他职业者 是有实力断层 但时节内部 同样存在实力断层 尤其是进入前五之后 名次每提升一名 实力的差距 就几乎要以倍数来计算 那么灵异 又是李光宇的多少倍 他真正的位置 应该是时节的第几席 你看 老秦 又急 这差距 我记得不是前年 你从校长大人那里讨来的吗 要是知道你如此不珍惜 他老人家肯定会伤心的 不就是输了一把吗 后面再接再厉 赢回来就行了呗 大动肝火什么的 没必要 没必要 呵呵 要是灵异在这里 肯定也会心中吐槽 他们这些个法师术士 各个都是阴阳怪气的高手 范起见来 跟程霄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过这一次 秦明倒没有没有流露出 更加暴怒的情绪 只是冷哼一声道 你以为你们学院的首席 会在他手上讨得到好 秦明这句话 直接让萧云生面色一致 他诧异地看了眼这个大胡子 死 这莽夫 今天怎么带脑子来看比赛了 秦明没有想象中的生气的原因 自然是看出来 灵异跟自家大弟子和二弟子 存在巨大的实力断层 那输了 也没什么 不算丢人 所以他释然了 但此刻的萧云生 被点了一下 也终于开始思考了 只有兰若 嬉笑盈盈地坐在那里 坐看风云 别有一番意境 恭喜灵异同学 你已成功登上 神霄十节第五席 你距离巅峰 已然不远了 接下来 按照规则 你最高 只能挑战十节中的第三席 来自福西学院的首席法师学员 欧阳恒 这位学员跟你的职业相同 并且今天正好就在神霄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挑战第四席 来自后裔学院的首席公手原本出 灵异 这人会一手万箭齐发是吧 图快 灵异当然选择的是第三席 之前灵异 也简单找裁判 了解过挑战十节的规则 进入前三席之后 只能一个一个来发起换位战了 数分钟后 一道修长的身影出现在灵异面前 他身穿一件蓝紫色的法袍 手中的法杖顶端 镶嵌着一块会随着时间不断变换形态的奇鬼宝石 但他的面容却完全遮掩在一片漆黑之中 有趣 刚回笑不久 就听闻有人今天晚上连续击败了两位使姐 没想到是你 同为法师 你更应该知道 魔法等级森然 是谁给你的勇气 来挑战我 欧阳恒的声音冷峻森然 掩藏在黑幕之后的他 发出的声音 雌雄莫变 听起来嘶哑难闻 灵异什么话都没说 欧阳恒却讥讽出声 态度更是傲慢到极点 灵异还是第一次接触到神霄真正有些实力的法师 没想到跟外面的法师差不多 都有一身眼高于顶 嘴臭的毛病 看来欧阳选手对于今天的这场换位战 信心十足 但具体胜负 还是要到赛场上才能见真章 双方选手继续 比赛马上开始 大屏幕上 倒计时缓缓滑落 灵异一言不发 好争以侠 以不变应万变 法师之间的对决 一般来说 比的都是谁的手段多 底牌多 以及元素之间的克制关系 最后 还有对魔法的理解 我看过你的比赛 也简单了解过你 你在魔法这条路上 差得还远 也好 今天就让我 来告诉你魔法的真谛吧 倒计时即将归零 欧阳横双手张开 身体悬浮到半空中 下一刻 一道无形的立场 扩散开来 瞬间全场观众 都感觉身体一重 行动都缓慢了几分 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 但是神骁竞技场的规则 跟青年巅峰赛类似 同样也是 允许选手 在倒计时阶段 使用蓄力技能的 只要不对对手提前发起攻击 就不算犯规 灵异双眼微眯 欧阳横散发出来的这道立场 他可太熟悉了 重力系四阶 也是所有重力系法术的核心技能 关键中的关键 引力领域 只不过跟灵异的相比 算了 没法比 如果说灵异的引力领域 是太平洋的话 欧阳横的 最多算是一个小池塘 今天我就让你见见世面 小子 不是只有你会敬咒的 见证引力魔法的极致吧 敬咒 大黄星雨 悬浮在空中的欧阳 横浑身法袍翻飞 眼中迸发出骇人的紫色光辉 轰隆隆 整个神宵竞技场 都在疯狂震战 仿佛对阵了一般 灵异无语了 不是 哥们 你说的魔法的真谛 就这 这法术 我都不用了呀 本章完 第336章 单指停陨石 震撼全场的魔力掌控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夜 猛烈的震战 让所有的观众惊呼连连 怎么回事 卧槽 感觉有点恐怖啊 这就是时节第三席的实力吗 欧阳恒 欧阳恒 也不知道是因为 欧阳恒平日里足够神秘 还是他使用魔法时的样子 有些酷炫 让他也在神霄校内 拥有了一群粉丝 神霄时节的前三 基本都有自己的拥顿和粉丝的 此刻看到他们的哥哥飞在天上 准备放大招了 这些迷妹们自然全都情难自艺 开始高呼自家哥哥的名字了 与此同时 黄豹的魔法波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纷纷侧目 尤其是对那些不懂详的人来说 他们反而觉得 这就是高阶魔法应该有的动静 但对真正的内行来说 只有一声叹息 说了多少遍 这小子不要有这么多多余动作 就是不听 三楼看台上的萧云生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场中的灵异也是轻轻摇了摇头 他原本以为这个欧阳恒有点东西 没想到却是个草包 灵异使用高阶魔法时 在魔法真正降临前 绝对不会产生 此时欧阳恒搞出来的这些大动静 灵异能够看到 大量魔力从欧阳恒体内溢散出来 这些魔力 除了能让围观的观众感到震撼 给他装逼营造一些氛围以外 没有任何作用 平白浪费魔力 在灵异看来 只觉得幼稚可笑 顶级的法师 自然首先要对施放的法术 做到炉火纯青 了然于凶才行 这种为了作秀而施法 也就是菜鸟才会做了 另外 灵异也很想吐槽 这个逼之前刚刚登场的时候 就已经在利用圣灵勇唱这个被动技能 在吟唱大荒星云了 按照规则 这应该算是犯规的 但灵异也懒得去跟裁判说了 因为这祸的吟唱 已经结束了 轰隆隆 整个神宵竞技场的震动声 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整个竞技场的穹顶 竟然都变成了一片透明 所有人抬头仰望天空 就能够看到 一枚陨石 拖曳着狂暴的流火 朝着它们所在的位置 轰然落下 现在的震动 就是陨石的引力 与欧阳横散发出来的魔力 彼此共振引发的了 如果是灵异在引导这枚陨石 此刻引发的魔法共振 就已经足以将整个神宵竞技场掀了 喂喂喂 玩笑开大了吧 什么情况啊 这是要召唤陨石 撞毁咱们学院母舰了 尼玛 这是什么牛逼的法术 竟然能直接召唤陨石来砸人 这应该是禁咒了吧 太恐怖了 怎么办 要跑吗 场中爆发出一阵阵骚乱 下一刻 主持人一边擦汗 一边高声道 大家别恐慌 两位选手对战的舞台 是神宵特制的虚拟对战舞台 能够最大化削减场中选手的致命伤害 与此同时 就算是禁咒级的法术 场地也能承受得住 此刻你们看到的陨石 其实是在这个特殊的竞技场环境中召唤出来的 并没有真正召唤出陨石 但这个法术造成的伤害和后续效果 会跟真实召唤出来的一样 主持人的一波解释 让观众们暂时吃了一颗定心丸 起码不用担心 他们也会被陨石直接砸死了 但与此同时 对欧阳恒的崇拜 也越发浓烈了 好强啊 话说回来 大魔王虽然也会静咒 但之前比赛时 他用的那个光细静咒 感觉没这个夸张啊 我承认大魔王很强 但是好像欧阳学长也不弱 甚至在魔法造诣上 要更高啊 果然 将还是老的了 我都对欧阳学长路转粉了 果然顶级法师战斗时 观感就是如此震撼的 怎么灵异就站在那不动啊 完全也没想着要还手 或者是打断欧阳恒的施法 可能是来不及了 或许是被吓到了也说不定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嘛 三楼位置 萧云升到了这个时候 眉毛反而皱得更紧了 他丝毫没有因为 自己的首席大弟子 能够使用九阶静咒而欣慰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欧阳恒的全部了 静咒哪有这么好放 大量的技能点资源 加上全身顶级的装备 能够提升欧阳恒的技能等阶 这才让他堪堪摸到了静咒的门槛 别看他现在嚣张和轻松的样子 但那黑幕之下的脸 都已经因为暴乱的静咒技魔力而扭曲了 汗如雨下 压力山大已经不足以形容欧阳恒的窘迫 场中两人的表现 谁是色力内忍 谁是静在掌控 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能感觉到 灵异不是不想打断欧阳恒的施法 也不是被吓到了 这小子是在整一波大活 跪下 认输 我就撤掉这个法术 欧阳恒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但就算是灵异 都听出他有些撑不住了 灵异轻笑一声 这种事 以你的实力 你应该做不到吧 被灵异戳穿真相后 欧阳恒的脸都扭曲了 他暴怒至极 天空中的陨石 加速落下 以毁天灭地之势 就要将灵异砸成肉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此前一直站在原地没动的灵异 终于动了 只不过 也只是轻轻抬起了一根手指 嗡 下一刻 一道无形的立场 直接以灵异为中心 扩散开来 引力领域 展开 灵异的引力领域 展开的瞬间 场中本就存在的欧阳恒的引力领域 几乎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 直接破碎开来 就像在可怕海啸中的一叶孤舟一般 安静地破碎了 杀都不剩 破 半空中的欧阳恒面色俱变 他呕出一口血来 魔力和魔力的对冲 是非常恐怖的 他已经内伤了 欧阳恒的身躯从高空跌落 跪倒在地 而灵异则居高灵下地看着他 手指轻轻勾动 下一刻 悬浮在半空中的巨大陨石 就再次按照灵异的念头 往欧阳恒的位置挪了挪 这一幕 直接看待了所有人 你马 别人的静咒 你拿来用 单指停陨石 现在更是对这枚陨石操控自如 场中谁才是真正的法师巅峰 一眼可见 球月飘压 本章完 第三百三十七章 十节第二席 学院大解头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静咒 作者 孤云半夜 蹭 三楼看台上 萧云生直接站了起来 他眼中金光闪现 看着灵异轻松的表情 以及手指上空悬浮着的巨大火焰陨石 心中的澎湃 宛如海啸来袭 这是什么梦中倾吐 随后 他跺了跺脚 又回想起五十多天前 灵异刚刚出现在神骁竞技场中的身影 他很确信 当时的灵异 应该还不会静咒 或者说 就算会静咒 想要放出来 也不会如此闲听信步 而此刻的灵异 这五十多天过去 萧云生已然看不穿 此刻灵异的实力了 他现在对魔法的掌控力 已经不是闲听信步了 而是 举重若轻 别人的静咒 被他化用 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 对战双方的魔法造诣差距 不可以道理计 后悔 悔不当初啊 早知道这小子天才至此 他当初无论如何 就算把牢底搬空 也要拿下呀 有了灵异 神骁福西学院 就会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学院 没有任何疑问 萧云生回头看了眼蓝若曦 却发现 后者依旧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那表情好像在说 还是我更有眼光 唉 千言万语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萧云生坐了下来 只不过他的眼里 再也没有光了 与此同时 场中 啊 啊 啊 住手 住手 我认输 我认输 别杀我 别杀我 还没等灵异开口 对欧阳恒说些什么 这货就自己趴在地上 涕泪横流起来 灵异皱眉 捂住了口鼻 你妈 他分明看到 这货下身的裤子上 湿了一片 瞬间灵异一切兴致 全都没了 谁碰到自己的对手 其实是一个小丑的情况 都会扫兴至极 灵异甩了甩手 下一刻 天空中那巨大的火焰陨石 竟然整个消失了 这一幕 再次看待了所有人 场中的观众都傻了 卧槽 他摔爆了 你的静皱很强 但是现在是我的了 拿来吧你 控制陨石瞄准位置 砸下来 很难 那么控制陨石空中悬停 又是什么难度 现在一挥手 直接取消掉一个静皱 又是什么难度 你妈 我感觉 被他嗅了一脸 能进神霄的人 都不是傻子 之前对灵异的质疑 以及对灵异的疑惑 现在全没了 抱歉 在法师这个职业戏中 他就是整个神霄 最高的山 最长的河 什么欧阳恒 不认识 之前给欧阳恒 加油助威的那些妹妹 此刻也目瞪口呆 他们感觉自己的三观都碎了 自己仰慕的哥哥 竟然会跪在地上求饶 甚至 甚至还被吓到要尿裤子了 偶像光环掉了一地啊 瞬间场中的数百个妹子 都转过头去 眼中也再也没有光了 手中的应援牌 全都被他们小心地收到了座位底下 丢人啊 以后别说我是欧阳恒的粉丝 直接粉转 灵异 这群妹子中 有些人放下欧阳恒的应援牌后 直接高声喊起了灵异的名字 眼中更是全是小星星 其他妹子都惊呆了 不是 吉美 你这么不爱的吗 偶像转换得这么快 但当他们也看了 演场中的灵异之后 也开始思考起来 实力 无敌 外观 俊逸 这他妈有不转粉的理由吗 很快 其他妹子也开始叫起灵异的名字 有时候 粉丝的转化 就是这么快 啪啪啪啪 好好好 随着欧阳恒这个前逼格最高法师 现丢人现眼小丑被请下台 整个竞技场中的所有观众 再次给灵异 送上了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有人手都拍红了 嗓子也寒哑了 但还是乐此不疲 看得太爽了 也太洁气了 这些时节之前就没把他们当人看 现在一个个都被灵异按在地上摩擦 这种爽感 简直无与伦比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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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顶 登顶 第一 在无数人的高呼声中 他们都在鼓励灵异 继续闯关 看爽了 他们自然想继续看 生怕灵异就此哑火撤退了 灵异同学 再进一步 已然登上时节第三席 但 我们的评审团 并未联系上时节的第二席和首席 很可惜 你的登顶之旅 可能今天就要到此画上一个逗号了 但是请放心 时节换位战 同样也是强制执行的 只要这两人联系上 接受邀请 就肯定会跟你对战 主持人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一道清朗的女声响起 谁说我不不在的 明明是你们 没有联系对人 说了 要找我的信销 不是打我的电话 寻声望去 灵异就看到一个身穿干恋慕失装 脑后竖着一头马尾 皮肤成小麦色的飒爽女子 一步跨出 飞上了场地之中 咚 又是一声极其沉闷的声响响起 灵异咋舌 这女人单手提着一柄大小 丝毫不输李承宇 那两柄巨斧的大锤 大锤闪烁着刺目的金色圣光 不断有灵魂在锤头流淌 看起来就无比不凡 啊 情况有变 时节第二席 来自女娲学院的大姐头魏圣天 魏圣天将大锤换到左手 对灵异伸出手 笑道 小学弟 我一直都听说过你的光辉事迹 小灵没少我在面前提起你 今天也是小灵告诉我 你再冲第一 我就来了 不错啊 小学弟 现在已经第三了 给我们学院长脸了 灵异伸出手跟魏圣天握了握 下一刻就面色一变 好大的手剑 牧师 这特么是牧师啊 怎么 没见过用锤子轮人的牧师 没关系 谁第一次见到我 都会有这种想法 学医救不了这个世界 不过你也差不多 我跟你在那群学院老东西的眼里 不都是没有牧师之魂的家伙吗 魏圣天笑得很爽朗 灵异忽然也明白 为什么这位会被称为大姐头了 这阴气灵异在之前的欧阳恒身上都没看到 却在一个女人身上看到了 两位 是否准备就绪 比赛就要开始了 主持人在旁边催了一句 魏圣天将大锤抗在肩上 然后道 准备好了 快倒数吧 倒计时开始滑落 当倒数结束后 魏圣天的下一句话 让全场哗然 本章完 第三百三十八章 开局一座小木屋 升级SSS及天赋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夜 我认输 这三个字出口时 灵异没有太意外 因为灵异没有感受到 眼前人有丝毫战意 小灵的人情 我不能不给 另外 之前我就说过 只要我女娲学院 还有能够进入十节的人 十节的位子 我拱手相让 灵异心中一震 十节席位 拱手相让 好大的魄力啊 要知道 十节换位战 即使是十节挑战十节 输的那一方 结局也是被踢出十节 长达半个月 随后才能从S级重新打起 能否重归十节 那就已经有不确定性了 这种魄力 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这位女娲学院的首席大姐头 真有照顾后辈和说到做到的品德 说完认输之后 魏胜天洒然离场 完全没给观众和主持人反应的时间 灵异心中唏嘘 同为十节 第二和第三的人品差距怎么这么大 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魏胜天不仅不弱 反而很强 起码目前灵异没办法 用弹指这个技能就战胜它 更何况 还有很多技能是在解读中 看不真切 这侧面说明了 魏胜天的所有技能等级也不会低 啪啪啪啪 珊瑚海啸般的掌声和喝彩声响起 这一次 这些观众掌声的对象 给的不是灵异 而是魏胜天 台上 蓝若西美眸之中 一彩连连 要说最大赢家的话 今天毫无疑问是她 她的首席大弟子 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就算是十节第二席 也说不要就不要了 而灵异 更是他们女娲学院迄今为止 唠叨的SSS 及宝贝新生 不愧是有女中豪杰之称的大事件 洒脱 那么 现在我们的灵异同学 正是来到了十节第二席 这已经是一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位置了 但可惜的是 我们至今还没办法联系到十节首席 主持人话音刚落 就听到看台上蓝若西缓缓站起身 开口道 不用联系了 你们联系不到的 楚西在万界战场 任务期间 她回不来的 随后 蓝若西看向灵异 继续道 不过算算时间也快了 大概三四天后吧 她就回来了 届时 你再来挑战她吧 灵异闻言 点点头 看来今天想要登顶 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灵异 还是听到了一个很在意的词 万界战场 这应该是所有职业者前往历练的终极目标了 那片战场应该就是太古时期的地渊所在 也是通向万界的入口 要说机缘和获取法则道具 以及修炼法则之力的最佳地点 也只会是万界战场啊 一夜过去 走在前往传送阵的路上 灵异依旧能够听到路过的其他神骁学子 还在回味昨晚 昨天那一夜 已经被传说成大魔王的传奇一夜了 唯一可惜的是 没能一口气登顶 但这也让更多人 开始期待灵异跟楚西的巅峰一战 楚西 这个名字灵异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就是神骁现任第一人了 能去万界战场的人 估计不会低于九转 思索间 灵异一脚迈入了传送大厅中 在那里 已经有四个人在等他了 你好慢啊 承霄翻了个白眼 有些不耐烦 南宫灵泽是满脸开心 对灵异比了比大拇指 昨晚 其实他也在现场 只不过人实在太多 灵异没注意到而已 你邀请函是哪个副本来着 灵异自己都被问得猛逼 他之前还真的没有注意 自己的邀请函变成多少层 具体是什么副本了 灵异将降渊邀请函从随身空间里拿出来 详细信息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降渊邀请函 黑色大地 层级 十四 描述 能够进入黑色大地特殊降渊副本的邀请函 黑色大地 怎么是这个本 程霄和南宫灵都是惊呼出声 孙大川和小胖冯三有面色一变 这两个前辈都这么震惊 难道是这个副本 很难 灵异谨慎开口询问道 这个副本怎么了 难道很难吗 南宫灵符额 难不难的 倒说不上 因为这个副本有些特殊 难度会不断提高 但想要通关是不难的 最恶心的地方 是让我想吐 灵异看到南宫灵脸色有些苍白 明显是回想起了不太好的回忆 我也有些想吐 程霄明显也是有些嫌弃 灵异脸一黑 继续道 别说谜语了 说一下这个副本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想吐啊 南宫灵探吸一声 给灵异解释道 我之前在祥云冲层的时候 也遭遇了这个副本 你玩过塔房类的游戏吗 就植物大战丧尸 保卫萝卜什么的 灵异点点头 那这个副本 就是一个塔房类的副本 并且 还有全球竞争机制 南宫灵说到这里 程霄也补充道 隐魔大军 你听说过吗 没有 灵异摇头 这是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降渊魔军 我之前看过你的资料 你的试炼副本 是世光之城 对吧 这个副本 就是遭了 隐魔大军的污染 才变成那样的 这次你要去的黑色大地 就是一个跟隐魔大军的老巢 永夜王都锁在 卫面相连的小型副本 卫面 这个卫面 每隔半年 会对蓝星 开启入口 你能收到这张邀请函 就意味着这个副本 已经开启了 跟你一样的 还有来自蓝星其他国家的 整整十万名倒霉弹 会同时进入这个副本 进入副本之后 所有人都会进入一处破败的小木屋 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抵御一波又一波 不断来袭的隐魔生物 同时不断升级小木屋 让其成为点亮无边黑暗中的一座灯塔 一般进入这个副本的 通关要求的清理波次 都在十波左右 成功守住庇护所 不被怪海侵袭 就算通关 但进入这个副本的人 都不会在地势波速清后 选择离开副本的 因为 存活一百天之后 会有一个额外奖励 这个额外奖励 也是迄今为止 在降渊副本里 发现的极少数 能够获取SSS及天赋 以及将SSS天赋升级的机会 哇 灵异大脑一片空白 啊 SSS及天赋 还能继续升级 求约票推荐票呀 本章完 第三百三十九章 永夜前线 黑色大地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尽咒 作者 孤云半夜 漠视背景 开局一座小木屋 抵御怪物一百波 这模式光是听下来 灵异就明白 为什么南宫灵和成霄 会体感不适了 这个副本的模式 就注定要持续面对 如汪洋大海般的怪物 他们是杀怪杀到兔了 就像成霄说的那样 在知道通关一百波之后 能够保底 得到一个SSS级的天赋 或是将已有的SSS 及天赋继续升级的机会 那谁都不会刷完十波 就立马走人的 但如果要继续的话 后续的怪物数量和强度 肯定是一波比一波吓人 灵异也经历过 世光之城斐烈卡因的洗礼 知道跟隐魔大军有关的副本 全都是阴间副本 不仅看不到正常的太阳光 怪物还全都是那种不可名状 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那种地方存活一百天 对心里也是巨大的考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SSS级天赋的获取 和天赋升级 哪是这么容易就能弄到的 迄今为止 还从未有人撑过第一百波 另外 这个副本跟后续 你要参与的 降渊三十层的 大型团队副本有关联 降渊第三十层 就是攻略永夜王宫 这个副本之所以会开启 也是因为 永夜王宫在半年后就要开启 在这个副本你修建的灯塔升级程度越高 在永夜王宫攻略期间 所有团员能够得到的BUFF属性 加成就越高 降渊世界级团队副本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不要盲目冲更高的波刺 有时候急流永退 保住灯塔 才是明智之选 林毅文言 算是基本搞明白 黑色大地这个副本了 这个副本 应该算是永夜王宫的前线 点燃灯塔 就点亮了希望 为后续真正的世界集团本攻略 提前铺垫 而这类世界集团队副本 是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的副本 其中产出的顶级装备 和顶级材料 堪称海量 率先通关者 就能够占领这个副本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下一个轮回开始 再重打这个世界集副本 这么看来 这个副本在后续波刺 的确要仔细斟酌了 但如果可以的话 灵异肯定是想通关一百波 拿到最高奖励的 这个副本的入口 在非洲大陆的东边 一片蛮荒之地上 就算是用我的须迷镜 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走吧 事不宜迟 半天后 东非 就算是灾变前 这片地方也足够原始蛮荒 灾变纪元后 蓝星有很多地方 都瞬间变成了 人类进入的不毛之地 这里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好像来完很多天了 有好几批人 已经进副本了 走出须迷镜的下一刻 灵异等人恶然发现 这里有一条横贯南北 长达上万公里的超级大猎谷 原本猎谷中寸草不生 还盘踞着大量残暴的怪物和凶兽 但此刻 副本入口味 于外围数千公里的范围内 囤积着大量凶兽的腐烂尸体和骨骸 除此以外 副本周边 还依稀能够看到大量扎营的痕迹 每次永夜王宫开启前 都会有些许征兆 未必是我们大厦的人 最先发现这些征兆 就像你得到黑色大地的降渊邀请函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征兆 有人比你更先一步得到 这些怪物和凶兽 应该是 被那些提前知道这件事的国家俗清了 之前副本里有一个关键规则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那就是第一个达成特定波次的国家阵营 会得到一次性奖励 这些奖励 都是用来升级和加固灯塔设施的 很重要 走 进副本 实则生变 承营下了判断 灵异也点点头 既然已经有人走在他们前面 那些一次性的奖励 就有可能提前被他们拿走了 五人飞到大猎谷底部 一扇不断喷吐着 浓郁黑色降渊气息的石门 就在这猎谷下方静静助力 灵异看到门前 也还稀稀拉拉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职业者 正在十分警惕地 看着自己等人 灵异从随身空间拿出降渊邀请函 下一刻 石门缓缓打开一道缝隙 蹬 蹬 蹬 石门上方 三颗恶魔头颅 接连亮了起来 直到第四颗头颅亮起 副本才没有继续变化 这只是十四层的降渊副本 绝灭四难度 已经是在所有十四层副本里面的上游了 现在还有你那个称号存在 我们一进去 瞬间整个副本的难度还会在网上提一击 绝灭武 南宫灵兜有些唏嘘 但话是这么说 当石门彻底打开的时候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承霄也紧随其后 灵异则看着孙大川和冯三友进去后 负责殿后 睁开眼 就像没有睁开眼一样 灵异差点都感觉自己是瞎了 嘿 极致的黑 无边的黑 除了鼻尖能够嗅闻到一些腐烂的臭气 以及耳朵能听到呼啸的风声以外 就再也没有什么感官能够给灵异提供信息了 一翻手 一团火焰被灵异召唤了出来 但灵异眼前依旧看不到任何光亮 灵异 如果不是手伸到火焰上方 能够感受到炽烈的温度的话 灵异都以为自己施法失败了 难道自己真瞎了 随后 灵异又不信邪 再次召唤了一个光球 这一次 终于这片无边的黑暗中 出现了一丝光亮 但这一道光亮 也仅仅存在了半秒不到 瞬间就被一团漆黑如墨的物质吞掉了 灵异瞳孔一缩 刚刚那团物质 有点眼熟 灵异将漆黑之星 从随身空间里拿了出来 再次用出更加高阶的光系魔法 这一次 灿烂的光芒直接照亮的灵异四周 一道如同哀嚎声的凄厉声响起 灵异看到周围 那如墨叶一般的黑色物质 纷纷退却 没错了 这些漆黑物质 跟之前三井化作的漆黑怪物身上 散发出来的 如出一辙 看来那群东银人所谓的人造法则 含金量很低 说到底 应该还是化用了隐魔大军的力量 想想就知道 以人类目前的能力 想要凭空捏造出一个法则 怎么可能 喂喂喂 听得到吗 有人在吗 都没事吧 灵异的脑海中 传来承销的声音 与此同时 灵异也发现 那无边的黑暗 又如同风群一般 开始缓慢蚕食 他用出来的这个四阶光系法术 本章完 第三百四十章 漂亮国的大灯塔 虚空系加点 小说 一秒一个技能点 我把火球变静咒 作者 孤云半夜 在这里 想要得到恒久的光照 果然光靠法术是不行的 最终 还是要修建起 能够驱散黑夜的灯塔才行 好黑啊 救命 你们人呢 我好怕 这是冯三友的声音 这小胖子 都带上哭腔了 真探娘的没出血 你还怕黑 不过这地方确实邪门 也真探娘的黑 你们人在哪 我们先会合吧 这是孙大川的声音 别白费功夫了 就算是组队进入这个副本 也短时间内 没办法彼此会合的 这个副本的规则 就是 每人一个独立的小木屋 但组队的好处是 队员之间 可以彼此互通有无 得到的升级木屋的材料 如果有多余的 可以转移给队友 男公灵的声音响起 啊 不要啊 这一下 小胖子和孙大川的声音 都跟杀猪一样响起来了 灵异夫 没想到孙大川这个人高马大 身上的镖 跟凶兽都差不多的莽夫 竟然也怕黑 吵什么吵 习惯了就好 今天是第一夜 还只是平安夜 不会有怪物来袭 等明天开始 有怪物来袭 你们要完全在黑暗中作战 那个时候再哭 也来得及 程骁明显就是不太会 安慰人的见惑 这么一说 瞬间两人更加紧张了 只有灵异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学姐 程骁前辈 你们应该都经历过这个副本吧 你们重新进入这个副本 不应该回到你们之前就建造好的灯塔中吗 还是说 你们之前建好的灯塔 都没了 程骁很快给了肯定的答复 我建的早都没了 都过去多少次轮回了 我的还剩下一半 但所有设施和照明设备 全都损坏了 南宫灵也开口道 灵异若有所思 是不是这个副本依旧会继续存在 是因为永夜王宫还会不断出现 那个隐魔大军 是杀不死的吗 南宫灵沉默了 明显这个问题 也回答不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永生不死的 神也会死 这个隐魔大军 不是所有现有的将冤魔军中最强的 甚至实力只在墨流 但他逃跑和苟命的手段 却多得让人匪夷所思 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 之前的永夜王宫通关团队 还从未有人达成 最终击杀隐魔大军的原因 与此同时 才需要你 灵异一愣 这话从承销口中说出 就基本可以确定 是他算出来 想要完全攻克永夜王宫 将这个威胁蓝星的疑患彻底铲除 就需要他的助力 我猜的没错 有人的进度已经很快了 你们可以出门看看别人的灯塔 承销的声音再次响起 灵异心中一动 起身推开自己所在的 这间小木屋的大门 下一刻 灵异就被震撼到了 这是一片不知道有多么广袤无垠的黑色大地 天空中没有太阳 也没有月亮 甚至看不到半点星光 但就在这片无垠的黑暗中 却耸立着星星点点的灯塔 有些灯塔距离灵异极远 有些则离得稍微近一些 然而 急目远眺 灵异看到了一座 最高也是最亮的灯塔 那座灯塔 甚至还能不断放射出 一道道纯净圣洁的光辉 光辉扫过之处 黑暗和阴霾消散一空 黑色大地区域通告 恭喜漂亮国队伍成功通过第五十波怪物的考验 获得唯一奖励 永恒列阳射线 随着这一道通道的落下 灵异就看到那一座最高最亮的灯塔 似乎再次向上拔高一大截 与此同时 整座灯塔看起来更加璀璨夺目 在这样一片被死寂和黑暗包围的地方 那灯塔之下 估计也算是一方天堂乐土了 都第五十波了 灵异 你要是不加油的话 说不定不仅唯一奖励拿不到 就连升级灯塔的一次性奖励都拿不到 嘿嘿 承霄的声音再次响起 灵异翻了个白眼 你又想滑水是吧 你想的话 不是分分钟就能超过他们的进度 承霄见兮兮地继续道 我是你手里的王炸 王炸哪有一开始就用出来的道理 你要是顶不住 要输了 那是我在出手吧 好了 早点睡吧 今天晚上你想打怪都打不了 第一页就是给你适应的 看到别人的灯塔和环境之后 你们自然会有更多动力 睡觉 承霄说完这句话之后 对那语音再也没有人作声 灵异再次看了眼票亮国的那座灯塔 看把你牛的 等明天怪物来袭 老子一个光细尽咒 让你看看什么叫人造灯塔 随后 灵异走回自己的小木屋 袭垫睡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林老弟 你睡了吗 能陪我聊聊吗 闹一宿的那种 灵异 我特么都快睡着了 一哥 我也怕 能说说话吗 丁 管理员已将成员孙大川 逢三有敬言 对那语音安静了 灵异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过被这么一折腾 他困意也散了大半 也不知道还要多久 才算过去这一夜 灵异索性坐了起来 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事能干 随后 灵异才眼前一亮 灵异手一番 一本技能书 出现在他手中 这就是黑暗戏的技能书 反正也闲着没事做 也很久没加点了 今天晚上 就把虚空戏 给加到静咒集看看 灵异将手中的技能书捏碎 下一刻 一道提示传来 叮 恭喜你学会了新技能 暗刃术 叮 受到特殊道具 虚无之手影响 你的暗刃术系别 蜕变为虚空戏 请告 虚空戏技能 不存在一阶法术 请在实现内 将该系法术 升接到存在法术的等阶 否则本次蜕变效果将回溯 灵异收到这条信息的瞬间 整个人都精神了 卧槽 坑爹呢 虚空戏没有一阶法术 要是不能在限定时间内加点 岂不是会白白浪费一次 把暗黑戏 蜕变到虚空戏的机会 你妈 一时兴起要加点 现在不加也不行了 求推荐票 月票呀 本章完 就会打开 明天说 你会打开 我来自动的机会 五分钟 就会打开 你会打开 你会打开 零